各位朋友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人館 我是小帆 昨天9月30號就看了Juice裡面的一個Live 就是Gigi的一個屬於自己的一個Live的節目 本身其實都不知道有這個節目 都是看了Gigi的Fans Page才知道有這個Live 所以我猜其實那個宣傳應該不是很高 除非你本身都經常在Juice裡面聽歌 如果不是應該都不知道有這個Live 還有那個時間7點鐘多一點 其實應該都可能還有很多人還沒下班 又或者可能是和人在吃飯 但是去到最多的時候 都有8000多人在聽 所以其實都證明到Gigi現在的吸引力應該都是幾高 本身原本有一點擔心Gigi 因為始終是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出席這些Live的演唱 不知道會不會那個氣場不夠 又或者可能會有緊張 那結果聽完之後 是完全沒有令到支持他的人失望 完全是水準都非常之高 還有也是散發到的聲味出來 我自己看Gigi的表現 是覺得是不久的將來 他是有足夠的能力自己一個人揹起一場小型的演唱會 或者一個音樂會 因為看得出他不同的曲風 不同的語言 基本上他唱歌應該是英文歌 國語歌和廣東話歌都可以把握得很好 曲風方面 其實大家除了慢歌 Gigi的快歌應該大家都很欣賞 所以他真的有能力可以一個人揹起一場演唱會 那是視乎那個粉絲 即是在儲存那個粉絲的數目 是盡快儲存到足夠的話 我相信應該會在一些小型的平台 他是可以做到自己一個小型的音樂會 那在昨晚那集JOOSE的Live裡面 其實可以看得出Gigi的唱歌的穩定程度是高了很多 即是在說唱Live 當然其實他本身的能力一定是很高的 即是唱歌的能力 但是當面對著有觀眾有鏡頭 旁邊又有主持人 又有樂手所有東西在的時候 他的表現 那這個一定是本身會打了一些折扣 即是跟他自己一個人練歌的時候 那所以就 所以所謂那個穩定性 就是他在鏡頭面前的演出的穩定性 我自己認為是越來越高 如果大家還沒聽昨晚JOOSE的Live 快點去看Gigi的演出 如果你是星夢迷或是Gigi迷 就一定會非常之喜歡 還有大家又不需要迫商場 都可以看到Gigi的Live 這個真是很難得 那說回昨晚他唱了四首歌 其中兩首都是在電視光幕面前 大家都可能聽過 就是在Youtube裡面都聽過很多次 就是《沒有你還是愛你》 還有他的新歌《真話的清高》 那兩首歌的表現都非常之平穩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聽 還有他那個演繹的時候那個表情啊 那個身體的動態呢 我覺得都挺好 就是很令到你可以投入到跟他一起 好像是同一個意境一樣去聽這首歌 那另外呢 他就唱了一個比較Jazz版本一點點的眼淚 那大家可以聽完之後 在下面那裏留言 說一下你們那個 覺得聽完之後的感覺是怎樣 因為我自己就沒有聽過這個比較Jazz版的眼淚 那所以我就要反覆再聽多幾次才可以留言 那今天想最主要說呢 就是他唱這個王菲的《容易受傷的女人》 那其實當年王菲唱這首歌的時候 就是他剛剛出道了 都正在用著王靖文這個名字的 那聽完之後呢 就是很驚嘆 但是他唱一首這麼經典的歌呢 是感覺上他很輕易就唱到自己的風格出來 是跟以前王菲的演繹呢 是相差的都挺遠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以前王菲初初唱 尤其他可能那時候的粵語又不是太好 王菲那時候的粵語 所以他唱《容易受傷的女人》 在初初唱的時候呢 是好像有一點點 比較尖一點點 就是那個發音是 不是太過自然的 當然去到後來王菲唱這首歌 就是非常熟練 很有味道 但是Gigi呢 昨天是用一個比較厚的感覺去唱這首歌 完全帶到另一種風味出來 我自己認為 因為其實我也聽過很多不同的人去唱這首歌 尤其我們在網絡上面呢 就是很多人會翻唱其他人的歌 那真是 昨天Gigi那個版本呢 是完全用他的聲音呢 是去做了一個 這個閻明熙的風格的 《容易受傷的女人》出來 那我自己認為這個是 大家一定要聽的 就是這個《容易受傷的女人》 那大家聽完之後 又在下面留言一下 那看得出呢 其實Gigi呢 真的 他很 這個真是 一個 厲害的歌手的地方 就不是說 普普通通去翻唱別人的歌 那當然啦 如果你有把漂亮的聲音 技巧很好 你去翻唱別人的歌 其實那個 觀賞價值都有在 但是如果你是 很容易可以唱完之後 一個人聽完這首歌 是完全感受到 你有一種風格在那裡 這個就是一個 成為一個出色歌手的 一個元素來的 那真的不是 不是一個普通的 可能是YouTuber 或者是自己出cover的歌手 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那 那 昨天Gigi做Live的時候 剛好TVB又放了這個 他跟黃鎮傳做的 Startalk的影片出來 那 變成了 昨天Gigi迷就很滿足了 一天裡面可以看到自己的偶像 兩段的影片 那 說回來 這個黃鎮傳呢 其實他做主持啊 做訪問啊 這些那個 技巧啊 各方面都非常之不錯 包括是 我自己認為啊 他完全是做到一個氣氛之餘 又不會搶了那個 受訪者啊 那個風頭 那 其實一個 星夢的節目呢 是帶起了很多 不同的 其他人的名氣 包括這位 傳叔啦 包括 一眾的導師 可能很多人 已經很久沒有聽粵語歌的 也都因為星夢 留意這些導師 那當然也都包括這25位的評審 這些幕後的音樂人呢 其實本身都真的說真的 很少人 不是太多人知道他們的樣子 那雖然可能 整天頒獎禮都聽到個名字 就是真的不知道他們的樣子是怎樣 那所以說 其實一個星夢的節目呢 是真的 帶起到整個樂壇 很多不同類型的 的 那個 受觸目的 的一些點位 那 包括是人啦 包括是歌啦 包括是 唱歌的技巧啦 那 因為其實可能 大家都透過這個節目 開始去 真的了解一下 什麼叫唱歌的技巧啊 怎樣為之 真的 在一些專業的評審眼中 怎樣為之唱得好啊 唱得不好 那 講回這個 Startalk呢 其實真的看到Gigi 真的 是一個非常之 純真的 一個女孩子 來的 真的很多 答案呢 都是 一個 哇 真是純到不得了的女孩子 我想大家都 一定要很珍惜 香港 樂壇 有一些 那麼 那麼純情 那麼純品的女孩子 那個唱功又是這麼成熟 這個真的很難得 那麼當然啦 其實其他星夢的一些學員 都是 很多都有這個特性的 男仔也好 女仔也好 你會覺得他真的很純品 就是一個 是一個乖子 明明的感覺上 他好像不應該是屬於一個 感覺上相對比較複雜的娛樂圈裡面 但是他們又真的有那個能力 又 又覺得他們是應該是繼續生存到 那麼 所以我是 就是在這裡很想大家繼續去 繼續支持星夢的 就是很多不同的學員 就是 健康的形象 而是有真材實料的實力 一個很 謙虛的心去學習 那麼 其實很多 不同的優點 我們都在 星夢的學員裡面 那裡看得到 那麼 好了 那麼今天差不多 講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因為 其實接下來都應該有 很多不同的 越來越多的機會 會看到這些 星夢的學員的演出 慢慢 那麼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那麼如果大家想繼續 關注到星夢的動態 啊 啊 或者是小弟對他們的評價的話呢 就 麻煩可以 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啦 分享給一些 星夢迷大家一起看一下 多謝大家 拜拜